欢迎收看群艺新闻超想退专题报道 我是主播詹璇一 根据最新研究显示 国人平均退休年龄是61岁 很多人认为退休之后 就可以过上所谓的好日子 但其实不然 因为或许您会因为突然没有了工作 或是没有了收入心理压力倍增 和您想象的好日子似乎有点差距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专家 心理思想师廖伟林 来提大家针对退休生活后的规划 还有心理调试做进一步的分享 讲到退休 我相信有两个重大的危机要面对 一个是失落感 一个是安全感 佛洛伊德曾经说过 人生最重大的两个事情就是爱与工作 我在30出头的时候 我离开外伤的高薪工作 去学校念諮商 我记得那一两年 我就是常常睡觉都梦到我回去上班 然后醒来才发现 我已经没工作了 当我们失去这个每个月的收入来源的时候 的确会带着一个蛮大的不安全感 那这个对金钱的不安全感 再加上刚刚讲的失落 如果没有去好好的面对 跟处理这个压力源的话 真的很难去好好的享受 退休的快乐生活 透过刚刚心理思想师的分析 他从私生的案例 还有周焦同事来分享 会发现退休族群 他们感到最大的两大压力 第一个是失落 第二个是没有安全感 所以要如何解决这两大压力源呢 我们特别邀请到是群艺投信的专业经理人 邱昀如来跟大家分享 我有很多快退休的朋友跟我分享退休这件事情 但讲到退休他们这个最担心的事情 就是担心说这个还活着的时候可是钱不够用 这样根据这个估计到了2034年 我们台湾国人呢 每两个就有一位是超过50岁以上 这样这边也会建议这个有大把时间的一个年轻朋友 应该趁你有工作的时候要强迫自己每个月都要存退休金 不过我想大家都很关心的就是要有多少钱才可以安心退休 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因为每个人的健康 每个人的寿命 然后你对生活的要求 甚至你的消费习惯其实是都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今天是想过一个比较基本 普通的一个退休生活的话 你每个月的一个开销我们大约就是估5万元左右 这样以65岁退休 然后还有20年的一个退休生活来预估的话 大约准备一千两百万元 不过要怎么开始做这个退休投资理财呢 投资最难的一件事就是高低点真的非常难判断 尤其呢大家常做的就是当低点已经往上涨了20%之后才发现 低点已经过了 就跌了20%之后你就也才发现 这个市场的高点也已经过了 所以呢我们这边会建议退休投资理财的第一步 大家可以利用这个定期定额投资基金来开始 定期定额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 简单 你就是分批买然后赚钱的时候卖掉 其实多数人的一个投资决策都非常的容易受到这个市场情绪的一个影响 当市场往上涨的时候呢你就会舍不得获利了结 当市场往下跌的时候呢你想进场加码 可是又会害怕而不敢进场 所以我们群益投心呢在这边也特别推出了一个 定期定额的一个升级版的一个策略 就是我们的群益日日扣 这样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群益日日扣呢 可以在上面设定你想要的停利点 你期待的一个加解码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策略 做了准备其实就不用担心压力的来临 首先是要先相信这些失落感还有安全感 如果我们做好了理财规划的完善策略 就不用害怕压力袭击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财经主播詹学一 曲音新闻 我们下次见